長到一半的那種叫什麼蛋啊 毛雞蛋 就是裡面已經有成形 對啊 它還有骨頭小骨頭的 是一個小雞了 但是它還沒有完全長成 因為它有一個白色的跟一個 膜 對 不是膜 也很硬的 是嗎 很硬的 所以我有吃過 但是我沒有吃它那個雞 我只吃它的裡面有一個蛋 黃蛋跟那個白色的東西 就掛出來然後吃 那個白色的沒有味道 只是很硬 很脆 然後雞蛋呢很濃 當然挺好吃的 加上檸檬跟胡椒粉 就是我們叫毛雞蛋對不對 嗯毛雞蛋 對 那時候還覺得它挺好吃的 當然就是那個雞不肯 沒事吧 我們三個 那你女兒在學高爾夫嗎 她倆都有學過 但屬於啟蒙還是啥 入門呢 嗯 就不想學了 沒怎麼堅持往上學 我現在讓東西學跆拳道 跆拳道挺好的 是吧 挺好的 高爾夫總感覺那個發力什麼的 那些東西你真是要花時間去鑽研 要喜歡才能持續的有進步 找角度 嗯 女孩子吧 哎呀大太陽太曬了就 就不想學了 對 夏令營我感覺不敢去 一去打容易中暑 我覺得這小孩吧 把這個運動練好了是很重要的 她運動好了把它積極 是吧 但女孩子學跆拳道挺酷的 我小時候學武術的 所以我的那個很剛 我小時候也假裝學了點武術 假裝學了一下 她好多武術名標斑吧 就是那個兒童公園 她有那個叫什麼秋千 兒童公園 我就像猴一樣爬上去了 然後那個教武術的老師就說 這是個好瞄子 來我教你猴卷 眼睛亮 就學打那個叫什麼呀 口拳 長拳 長拳啊 哇 你還學過長拳啊 但是我就是當時一個班上那些 師哥師姐他們太厲害了 都是比賽拿名次很厲害的 行啊你還學過長拳 跟我是舞蹈中人的 我是假裝的 你是持續有修煉 不是修煉 我也是小時候學的 武術淼淼班 也不是什麼那個 正經的 但是我曾經想過去少林寺學 要不就在那碰到王寶強了 王寶強是真的在那學 持續在那 真的啊 去少林寺 他看了那個李連傑 那個叫什麼 少林寺那個電影 他就以為到少林寺就是那樣的 就是可以拍電影 就去了少林寺 這就是少林寺